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是高安堂高老师 首先感谢你带回到我的课堂上来 那这是我们这一个大的单元里头一个一节课 那这一节课呢 我们继续谈的是进程跟IPC 那我们这一个小小的单元里头 我们的着重点要来放在这个短程的通信 那下一个单元我们会来谈这个远程的通信 那短程的通信的意思就是在同一个进程 比如说这是一个进程里头 然后这个是Activity 这是Service 那么这中间因为在同一个进程里头 可以采用的是一般的Function Call 一般的Function的一种扣法 就很单纯的Function Call就可以了 那这个远程的意思就是 我们在上一节课也提到过大 然后两个进程 那么这个A 这一个Class在这里 那Service Class在这里 那这是跨进程的 我们称为叫远程的通信 OK 远程的通信 那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很简单 就是里头有一个Activity咯 这是AC01 是Activity 那这个Activity呢 就产生这个EY 这个画面 然后呢 这个Activity会 来第一个先找到Service咯 然后Service呢 会定期的 来更新这个EY 也就是说 现在是在同一个进程里头咯 有一个A Activity 那就显现出这个UI 然后呢 幕后呢 会有一个Service 好 那么 它第一个 还是一样 小李子找到格格咯 那么格格呢 他手上有一个码表 定期的 把这个数字 把它更新到画面来 所以这边会0 1 2 一直跳 一直跳 好 所以但是它在同一个进程 那小李子找到格格 请格格呢 不断的来更新 这个小李子 这个EY 上面的 这个画面 好 画面 OK 所以你就会看到 有0 1 这样一直一直 啊 显现出来 那就做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呢 那 我们就来看看代码咯 所以 这里头 你看到 有一个子类咯 我们说过 所有这四大 迪系 啊 组件里头的子类 名字都要 写在 Android Manufacturing 才没有这个文档里头咯 OK 都写在这个文档里头 那另外一个叫My Service 所以 总共有两个 这是T 啊 T A咯 Activity的 T 这是T S咯 有没有 啊 EIT里头的 那因为 这里头没有特别指名 啊 它的 Process 啊 没有特别指名 所以表示呢 这两个 啊 是在 同一个 进程里头 那就是 在这个样子 他说 从这个 Android Manufacturing 点拆没有里头 这个看得出来 啊 这一个 啊 这一个T呢 跟这一个T呢 啊 有没有 这是T 啊 这上面是 E And I 对不对 这是TA 啊 这是TS 然后 这是E And I OK 所以 这两个是在同一个进程 啊 这才是跨进程 这一跨进程 这在同一个进程里头 哦 OK 那我们就要来看 这中间 啊 他 这个要找到格格 小李子找到格格 我们都知道啦 要透过这一个刺激代号 哦 啊 啊 他可以透过刺激代号来找到格格 哦 找到格格之后呢 那格格可以 啊 直接跟他沟通哦 为什么 因为就是同进程的 所以不断的给他更新 这边的UI画面的数字咯 OK 那我们为了让这一个格格呢 可以啊 直接跟小李子够沟通 所以呢 我们就准备呢 来这边定义一个接口 定义一个接口 由AC01来实现它 那么就可以让这个 让格格来调用 啊 接口里头的函数 然后透过这个接口呢 来更新这个UI 啊 我们现在要来设计一个接口 然后这个接口呢 要给这个格格用 那格格就可以透过这个接口来更新 这个AC01的UI咯 OK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例子咯 好 那我们定义一个I-Listen呢 这样的一个接口 这个接口呢 是用Java的Interface这个关键字来定义的 这个是接口的名称咯 然后这是接口内部的函数 叫做Update 好 然后 自创呢 是一个当它的参数 OK 自创当它的参数 好啦 那定义好这个接口呢 好 那我们就可以让 这一个定义这个AC01 而且创建一个class 来实现 来实现它 好 来实现这个接口 我们现在要来定义一个 这一边的实现类咯 好 因为有了实现类 这个格格才能够 啊 调用啊 好 我们要在这个小理子的内部 定义一个这个接口的实现类 OK 好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就是我们的TA咯 好 这个 这个是 1 好 然后这个是TA咯 啊 TA 好 那这个就是啊 这一个接口咯 这个接口呢 是要来接收啊 接收这一个啊 user按键的时候 那还传回来的 那这个我们在 这一个 以前的 之前的几节课呢 当中谈到 这一个啊 观察者模式的时候 提到过了 所以这里就不再特别强调 不再特别强调 我们现在来看 我们怎么定义那个实现类 在这里 我们在这个AC01的类里头 啊 这整个都是AC01的 在里头定义一个类 这小小的类咯 啊 这个类叫做 update uilisten了 这个类就是这一个咯 这这一个啊 这个就是 啊 这一个类 我们在AC01里头 定义一个 update uilisten了 这个小的类 那么 这个就是接口咯 啊 这就是接口咯 然后它来实现 这个接口 所以 这一个 是这个接口的 实现类 OK 那里头呢 既然是实现类 你就要去 实现 这一个 update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是定义在i里头 那我们就要去实现它 啊 这里就是把它 把传过来的 这个字串 把它秀在 ui这个textview上面 OK 那现在 已经定义好了 这个 啊 AC01 那么 里头内部的实现类 也已经写好了 然后 包括 这个接口 已经定义好了 好 那么 接下来的任务呢 就是要把 这个接口 要给它 好 你要把接口 给这个格格啦 格格才能够来调用啊 对不对 那么 怎么样把接口给它呢 啊 就这边 有一个函数 所以我们要来定义这个格格的类咯 定义这个ts咯 然后 让这一个小李子呢 可以 调用它咯 可以调用它 调用它的时候呢 就把 这个接口呢 啊 传过来给它咯 那 它就可以 来调用它咯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过程到底是什么 啊 这个过程到底是什么 OK 所以我们现在 这就是刚刚的 啊 这个ta 这是刚刚在ac01里头定义一个类咯 啊 那我们就来做个文字上的说明啊 那么 在这里头会诞生一个这个对象 啊 然后把这一个这个对象的参考值传给这一个啊格格了哦 啊 在这里就是说我们要 创建一个这个对象这个这个对象 然后把这个对象的这一个这一口呢 把它传过来给他 啊 放在这一个 属性里头 那这个属性呢 可以 啊 这个 啊 指到这一个 对象 那么 就可以 接下来就可以透过 这个这一口呢 这个对象的这一口呢 就可以来 把资料 传给他就可以传过来咯 OK 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的是 这个 Service这边是怎么弄的 所以在这里你看 我们要来调用他 然后把这个 指针把这个接口 传给他 让这个接口呢 让这个 就可以这样子 指向他 就可以这样子指向他 OK 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代码怎么写咯 啊 代码怎么写 啊 所以呢 这个部分 是等一下 这个部分还没有 啊 等一下才会执行去 啊 更新这个 UI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 先来看一下 当 这个 啊 小李子 找 持续太后 找到格格 那么 记得呢 他就会来 啊 AMS呢 这个持续太后 就会来 啊 这个调用格格的 oncreate的咯 那oncreate里头就定义出一个 时钟 啊 定出一个时钟 那这个时钟呢 会按时间 传送一个信息 啊 传送了信息 这个目的就是 啊 好像格格中有一个码表 那按照时间 来更新 啊 这一个 啊 小李子的 就更新AC01的 UI 啊 UI OK OK 那 在这个 动作之前呢 啊 我们 要再 看到 这一个部分 这个函数 那这个函数呢 做什么呢 是把这一个 小李子的 小李子内部的 这一个 啊 listen 的这个 接口 啊 就是 那里头那个类的接口 把它传过来 再把它PS 啊 让他 可以 指向他 啊 刚刚呢 这里是 Service 咯 这个是格格咯 有没有 然后这是 Activity咯 这是TA咯 有没有 好 然后呢 这里是有一个接口 然后他要call他 call这一个 S的 这个 SetUpdateListener 把这个的指针 把里头的 这个小的 对象 的指针 把他抛过来 好 把他存在这一个 啊 变量里头 然后他就可以指向他咯 他可以指向他 OK 那这个时候在Activity 怎么call他呢 这一段 Activity要来call 这个格格吗 好 那 我们怎么call他呢 在这里 回到这个代码里头 在这里 有没有 直接指名是 MyService 啊 直接指名是MyService 这个意思 好 然后setUpdateListener 好 把这一个 先new 一个这个Listener 实现类的 对象 再把实现类的对象 把它传给这个格格咯 好 那这里用的是格格的名字 啊 那表示呢 这因为这是一个类 啊 那类直接后面写 函数 表示这是一个静态函数 啊 静态函数呢 可以写类名 啊 啊 类名 再点 函数的名字 OK 好 那直接就可以调用它 那因为它在同一个进程 所以 在 AC01直接可以调用 这一个 啊 MyService 的静态函数 啊 静态函数 所以我们 再仔细看 这里 在这里 啊 这里头是 这一个是静态的 啊 属性 啊 静态的属性 OK 静态的Static在这里 啊 刚刚 Static 那 我们再来看 这里头呢 也是一个静态的 有没有 因为 这是Service的静态的 函数 所以呢 这个Activity 可以直接 用类名 来 调用它 在这里 啊 这直接 因为 这一个函数是 MyService的 静态的函数 所以呢 可以用类名 啊 加这个 函数的方式来 啊 调用它 好 调用它 如果是 啊 一般的函数 你就必须找它的对象 好 那静态函数只能用到静态的属性 所以这个必须 定义成静态的属性 在这里 啊 定义成静态的属性 OK 好啦 那我们 就再来看 已经 把这个指针 传给它咯 那么 我们就可以 这样 这一个 啊 MyService呢 可以来 啊 传送信息过来咯 那 怎么来传呢 我们再把这个过程再收敏一次 啊 啊 啊 我们现在有一个Service咯 然后 然后这一个格格咯 然后 这个是 Activity咯 这个是 小理质咯 TA咯 这是TS OK 这第一个呢 我们把这个 类做起来啦 再来 这边定义一个小的类 来实现 啊 这个 I Listen这个J口 啊 这是第一个动作 把这 这个类要把它写出来 再来 接下来 我们刚刚已经做完一个动作咯 啊 它去调用 这一个 类的 静态的 啊 静态的函数 啊 要用它的时候把这个的 J口 把它传给他 所以 他就可以指向他 那这是第2个动作 第1个动作 我们 写完这个 类呢 然后 来 啊 把这个 指针 传过来给他 好啦 这是第1个阶段 就是刚刚的这个阶段 做的这些事情 那么 接下去第2个阶段呢 第2个阶段做什么 第2个阶段呢 由这个TA 由这个TA 来 发出一个 信息 叫做 这一个 啊 去 绑定 去找到 这一个 发出一个信息给 AMS 他帮忙找到这一个格格 所以调用他的oncreate OK 调用他的oncreate 在这里 所以AMS来调用这个oncreate 那 这个时候他就不断的送信息 不断的送信息 OK 送给这一个 handle 不断的送给他 OK 那这个信息呢 那这个信息呢 他会 接到的这信息 他会来执行 这一段的 代码 好 那至于这个handle的是什么 啊 这个是跟 现成有关 所以这是我们 下一节课 在后面的节课 会有 很详细的时间来 solving handle的 意思 现在 你只要了解 他是不断的送信息 然后 这个信息呢 透过这个指针 然后去调用 这个 bylist的这个接口 然后 把这个直串 送出来 送出来 OK 那这个动作呢 就是 在 这一个动作 就是 从这里不断的 透过这个接口 送信息出来 我再收敏一次 就是 这个TA 透过 start 的service呢 去要求 这一个ams 去 启动 service 启动service 之后 会来调用oncreate 到oncreate的时候 他就 会有一个timer 不断的送信息 送出去信息给这个 线程 送到主线程的信箱 还记得吗 有一个主线程的enqueue 那送到这个enqueue之后 主线程就会发现 有信来啦 有信来他就会来执行这个handle的这一段 这还在service里头 那么他就会 透过plis lis他是指向这个指针 OK 这个 那 还记得呢 这个再画一个图给你看 OK 所以 现在plis 在这里 那么他就已经 指向了这个接口 illisten 所以 这个plis指向的是这个接口 所以就可以调用这个接口里头的 这个update 这个函数 那就不断的 把这个 数字呢 update 这个 ac01的by上 OK 就是这个的动作 他就不断的 update他 OK 再说明一次 这里呢 通过这个 ams ams 找到 这一个 调用oncreate oncreate呢 就不断的 通过timers 通过这个 码表 来送信息 给mq 主线程的mq 那么主线程看到的时候 他就透过这个接口 不断的把这个 信息往这边送 一直然后update到这边的ui上 OK 那你就看到 这个ui一直在改变咯 0 123 一直跳咯 OK 那就是刚刚的 这个说明 那 这里 就用图形再来跟你做个说明咯 你看 从这里 以上来 到ams 有没有 就刚刚的例子 只是在这里再用 图形跟你做个说明咯 这样子 然后 下来 到oncreate 然后 这边不断的送信息给主线程的mq咯 当主线程的 看到mq有不断有信来啦 他就透过这个 ps 接口一直把他传送到这里 改变他的ui OK 我一直重复的说明 也就希望你 能够 很明确的 一个认知到 这样的一个过程 OK 好 那 这一个 就在 刚刚也就在跟你 在进一步的用文字来说明 oncreate 里头 好 创建一个timers 然后 调用 这个handle 这是主线程的 邮差 主线程的 邮差 然后透过这一个邮差呢 的这个 函数 把这个信息呢 把这个 传送到mq 这样子 然后mq呢 就是主线程的 信箱 主线程就 看到信的时候呢 就来通过 这个指针 那 这指针就指向那个 接口 然后呢 去传递信息给 这个update UI 他就会在 UI上面 给他 做 做一些更新 OK 就是这样子 所以 他就不断的送信息来 更新这里的UI 更新这里的UI 就一直变化了 OK 那 这就是 我们所说的 短程的通信 那 如果 我们在下一节 就会告诉你啦 如果我们在这里加了一个 这个 注解 这个说明 那表示 My service 是在独立的进程 在 名字叫remote 这个进程里 因此呢 这一边 就变成是一个 IPC 啊 所以 这两边就不同进程 不同进程的时候 第一个 啊 这边也不能直接调用咯 这边也不能直接调用咯 所以 刚刚所写的代码 如果是 啊 跨进程 它就不适用了 啊 所以如果加上这一行字 那我们的 刚刚的代码 就不适用了 那这只是我在 让你了解 啊 进程 啊 就是 同一个进程里头 这个短程的通信 跟长程 有什么不一样 啊 当你对于 这个短程的 更多的了解 OK 那同样的 反过来 因为你对短程了解了 也因此对 远程呢 也会 有所了解 OK 好 那我们就 讲到这里先休息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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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